哇 看我刚才从冰箱里面找东西的时候 居然发现里面有六条大鱿鱼 等会我们给它吃掉 看这鱿鱼是不是还挺大的 我们今天用这个鱿鱼做一个轰炸大鱿鱼 你们吃过没 把鱿鱼看从这边爪的部分转 内脏去除以后把里面这个抽出来 把它的这个牙齿给它挤出来 这是牙齿还是什么 有两只眼睛给它挤出来 如果喜欢吃的话可以留在里面 然后这上面你看好多这个小的吸盘看到没 这个其实也是不能吃的 给它洗掉 我感觉处理这个还灌麻烦的呢 等会还要把这上面的这个皮给它揭掉 因为这个皮我觉得也比较脏 不干净 这个鱿鱼洗完以后 清理干净以后就是这样看 上面的这个皮都给它揭掉 再给它清洗两边 我们把洗干净的这个鱿鱼啊 看这上面因为肉实在太宽了 我们都会炸的话也不方便 给它用刀滑稽的 刀的 给它滑稽的 切完以后就是这样 两边它一炸就绝成了 中间这一路 因为我们要穿足签 然后我们就不给它切它了 我们把切好的这个大鱿鱼 把它放到另一个碗里面 把它腌制一下 我们现在切点这个姜 再切点葱 放到鱿鱼里面 往里面加一点盐 再加一点料酒 然后再往里面加一点烧烤料 往里面加一点五香粉 然后下手给它抓均匀 喜欢吃辣椒的 也可以再撒一点这个辣椒面 放在上面 抓完以后给它腌制一个小时 我们趁着腌制鱿鱿的时间 来调一个面粉糊 往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再加一勺半的淀粉 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往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再搅拌一下 往里面再加入一点点的水 给它搅拌成糊状 现在再加100克的面粉 再加100克的淀粉 搅拌一下 我们调了一个面粉糊 然后又调了一个干粉 然后就炸那个鱿鱼 一个小时已经到了 感觉应该腌得入味了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准备几根洗干净的竹签 把这个大鱿鱼给它穿一下 用竹签像穿衣服一样的 这样给它穿起来 这样 穿得好像不太好看 我们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开锅 放油 准备炸鱼 锅热 加油 稍微多加一点 那边在烧油 我们把这个鱿鱼 放到面糊里面 给它上个浆 哇 给它正反面 全部给它挂上这个糊 给它裹上这个面粉 哇 用这个面粉 把这个鱿鱼啊 完全的给它压实 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这个鱿鱼 准备给它放下去 焦黄酥脆啊 想不想吃呀 嗯 哇 看 给它翻了面 炸这个鱿鱼啊 就要耐心一点 一个一个炸 因为我们的锅有点小 然后炸不到两个 可能一个一个慢慢的炸 给我们看一下 哇 全都炸完以后 我们把这个鱼子下去 给它复炸一下 看 复炸完了以后就成这样 超级大鱿鱼 我们六个轰炸大鱿鱼 就做出来了 是不是很漂亮 撒上椒盐粉 喜欢吃辣椒的 也可以撒一点辣椒面 打一点孜然粉 这个搭的给你 好 好脆 好脆 这个酸辣大鱼鱼 外表叫什么来的 金黄酥脆 类里叫什么鲜嫩糖 非常地清晨嫩 万苏里嫩 超好吃 好吧你等会吃完就吃完吧 等会再吃了 我爸不要听的话 你多吃点 看我们的葱炸大鱼 有没有想吃的 想吃的赶快过来哦 好我们这期视频就趴老姐姐 下期再见拜拜 喜欢的话帮忙写赞哦 就吃了 turbulent 毒 蒸是 swimming 对 刷